学习快乐,快乐学习,我是王老师,快乐学习 今天咱和大家分享一个功能 是在一个cell里的一个什么功能呢 叫格式刷的功能 比方现在有一个表格 它现在表头是这种格式 然后中间表格内容是这个格式 然后咱再看左下角 这还有一个sheet1 sheet1呢,也有数据 但是没有表格样式 我想把刚才的表格样式 套用到这个表格里 咱看看怎么做 咱看那销售订单 咱可以把它选中 把这个表头选中 把这个表头选中以后 然后左上角这有一个 开始里边有个格式刷 单击一下格式刷 然后再上底下来 点一下这个sheet1这个表 是成一个小刷子的一个形状 然后咱可以刷它一下 发现了吗 它现在整个把这个文字 样式就刷过来了 咱再点一下销售订单 然后底下是数据部分 把它选中 再点一下左上角的格式刷 然后咱还回到左下角的sheet1的表 点一下左下角sheet1的表 然后把数据部分再刷一下 你看现在就是把这两个销售订单表的这个和sheet1的格式就完全一样了 有的同学可能说你从上到下连表头带数据一起刷过来行不行 不行因为它是两种格式 因为它是两种格式表头是一种格式数据部分是一种格式你要分两次来刷 第一次刷的是表头 第二次刷的是里边数据部分 咱顺便说一下合并后居中 现在咱的表头做完以后 咱可以选中表头 然后在开始里边 这有一个对齐方式 有一个合并后居中 咱可以选合并后居中 表头就居中显示了 咱发现了吗 里边有的是显示不出来的部分 发现有这个警号 咱用eassile时经常会出现有这个警号的情况 不是说eassile显示有问题 它是什么呢 你发现警号就是什么呢 有没显示出来的在里边 还有数据没显示出来 不是错误 那怎么处理呢 咱在里边选A 一直往右拖 拖到G 一定从A拖到G 从里边拖 不是从第一行去拖 从A拖到G 在开始里边 右边有个格式 下面有一个自动调整列宽 这样它就会把那个警号部分 能够显示出来 有警号部分就是没显示权 点一下自动调整列宽 发现了吗 现在咱销售订单这个表 左下角销售订单的表 是这个央视的 格式的 然后咱再看shit1表 也是表头是这个格式 底下也是跟它显示的格式是一模一样 这是非常基本的一个小功能 叫格式刷 好的 请同学们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 感觉对别人有用 可以分享一下 咱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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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